超級大贏家 大家好我是丁超 歡迎收看超級大贏家 今天開高走高幾乎是收最高 這個台積電在最後一盤 是又來個零門一角 我們看這個圖 開高一路走高 緩步墊高最後收高 這完全在我們的預測當中 因為在這個上個禮拜 如果我們不是這樣預測的話 我們上禮拜不會回補 這檔股票的空單 這檔股票的空單 我們在上個禮拜五 幾乎是補到最低點 就是放空下來回補最低點 這檔股票 那我已經跟各位講過了 今天早上 我在TLN有跟各位講 這檔股票要回補 我們補在這個地方 當然不是最低點 15、6.5是最低點 那我們是在536塊放空的 這波反彈上來536塊放空 這邊反彈我都有跟各位講 要怎麼操作 這檔股票以後都會破底 我們為什麼先回補這個空單 因為一估明天要反彈 一估這檔股票明天要反彈 包含這些股票都一樣 一樣做IP的 因為都受到世心的影響 做IP的 這些都是做IP的 力旺也是 這檔股票只要強一點 創意也是做IP的 所以都是 以這檔股票為主 因為這檔股票 從上個禮拜五的高點 534塊 554塊講錯 到今天的低點 456塊半 我這將近跌100塊 97塊半 幅度還不到兩成 大概17.5% 所以如果你是買在這個地方 相對反彈的高點是不對的 你要買這裡 我都有跟各位講過 這裡可以強反彈 那強反彈到了下降月線以上 你就準備要走了 何況是季線壓制 所以你如果說 如果你買在這個位置 上禮拜才去買追高的 就是假設你是買530塊以上 都算不及格 不要說買554 你買530以上的 都算是技術上有待加強 甚至買520塊以上 都程度都不是很好 因為那400塊 400塊410 420叫你買 你不買 你跑到漲100塊才在追 這顯然程度就不是很好 因為他一定會再跌的 那就跌下來以後 以後會不會再破底 一定會 那會不會再最近破底 不會 因為他扣底值的關係 他的一個月線扣底值 現在目前在扣底這個 相對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當然比這邊高 可是當他扣底高值之後 他又來扣底相對低值 所以他會有抵抗 按照這種情況來講的話 他跌下來以後 下禮拜還會有抵抗 跌下來應該 預估來講這一波下來不會破底 不會破底 但是下一次以後就破底了 等到他未來要扣底高值的時候 又要破底 大概是差不多10月中下旬以後 中旬以後會再破底 這是預估四星的部分 所以像藍電我們回補 那你就知道說我們上個禮拜 也是有回補這個 新興 新興也是回補 那新興今天我們就順勢 今天知道是反彈 因為我們上禮拜就已經發現 新興資產股票的低點 上禮拜大家都在大跌的時候 禮拜四禮拜五大跌的時候 新興竟然沒有跌破低點 這70塊半 他沒有跌破70塊二 這邊的一個平台整理 這幾天的平台整理 所以我們發現 新興今天一定會反彈 所以我們一大早在 開盤開高之後 馬上通知我們的會員 大概在73塊半 最低是73塊 73塊 當然我們不是開盤前通知的 最低是73塊 那我們再73塊半買進 操作當充 那這兩股票我們操作當充 我們就馬上也大概差不多 也不曉得 大概10點多左右吧 還是應該還不到10點 我們在9點多 我們就通知當充 新興73塊半 在這附近 那後來我們有公開 有公開出來的 大概是漲了一兩塊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 我們做多當充這檔股票 那今天縮盤是 你隨便賣都可以賣到 77塊以上 那平均值 你當然最會賣賣到 78塊3 那如果到這邊 從73塊半到78塊3 那獲利是6.5% 因為這是做當充 沒有辦法控制 因為這當充的速度很快 你沒有辦法控制說 每一個會員都賣在78塊以上 這我不會這樣講 但是如果以平均值來講的話 以收盤價77塊半來看的話 那整個獲利是5% 到6.5% 大概至少會拿5% 那5%就是做當充 我們不鼓勵做波段多彈 因為今天只是一個反彈波 今天只是一個反彈 而且早就知道 今天一定會大漲 在上個禮拜是禮拜五你就知道 昨天跟前天你就知道 可是一般的投資朋友 會預估今天會開高走低 那我直接是預估開高走高的 我沒有在怎麼開高走低 因為我知道說 上個禮拜五是開高走低 上個禮拜三是開高走低 但是今天絕對不會像上個禮拜三 跟禮拜五一樣 絕對不會開高走低 會開高走高 而且要收到最高 我在昨天應該說禮拜六 我在Telegram 就已經有貼文告訴投資朋友 禮拜六喔 今天是禮拜一喔 那今天禮拜一的早上 我們再度了一個 重複我們的看法 開高走高收最高 那當然量收 沒有錯 就是因為量收才會這樣看 因為連續跌了一個波段下來 跌了八天 跌了872點 量收反彈 就是因為量收反彈 所以這個是反彈以後會再跌 那你明明知道他要反彈 幹嘛放空 我明明知道他要反彈 我當然回補四星 我當然要回補四星 當然要先回補藍電 當然要先回補 不然我要讓他上來幹嘛 我們已經賺錢了以後 幹嘛不回補 這藍電已經賺錢了 上個禮拜就反而回補了 回到了上升的季線 我們就回補了 雖然我已經講過了 我們沒有必要隨便亂講 不是補到112塊最低點 沒這麼厲害了 就補在114 115就不錯了 就是回補就對了 那今天不是大漲了嗎 如果你上個禮拜五沒有回補 那今天不是大漲 當然雖然你放空在這裡還是賺 那問題是你幹嘛呢 這邊反彈今天反彈7塊半 那反彈7塊半 你如果上禮拜五沒有回補 那不是少賺7塊半 7塊半也是7000多也是錢 一張7000多 10張就7萬多了 那像這個 這張股票 我們放空536 那今天隨便回補 460塊左右都可以吧 就算460塊沒有回補到 465也可以吧 那這樣子也6-7萬 一張也6-7萬 這個是10幾% 那這個就看跌的 這個反彈起來就是要讓你賣的 反彈起來 那預估會再反彈 反彈以後會再破底的 這會再破底的 這不可能上去的 因為你在講基本面是沒有用的 沒有人會停的 因為基本面就是因為太好了 所以四星才會702塊 如果基本面不好 四星怎麼可能會702塊 那用小的也知道啊 四星就是因為他太優秀 才會從前一波的148塊半 反彈到702塊 問題是他把今年跟明年的 都漲光了 他已經先跑了 技術面已經領先基本面了 再好了基本面都沒有用 因為他已經漲起來了 他如果沒有漲 那當然你要講基本面很好 這個我可以同意 那問題他漲了 還講這是幹什麼 他不是已經漲了嗎 那漲了以後 漲多就是最大利空 還講什麼基本面 再好的基本面還是會崩盤 這是一定的 就不用懷疑 股票市場不是只有基本面 那今天台積電漲起來 難道又台積電 基本面又變好了嗎 還不是一樣都很好 我就講過台積電 在235塊半的基本面 跟466塊半的基本面 是一樣好 從來不會不好的台積電 這邊的基本面 跟這邊基本面是一模一樣 那上個禮拜五的基本面 跟今天的基本面 也是完全一模一樣 那今天為什麼反彈 那你不要讓他反彈一下 你總要讓他彈一下吧 他都已經得了41塊 還怎樣 你讓他喘口氣 讓他反彈 讓他反彈 股市才會反彈 指數才會反彈 那我已經跟各位講過 台積電目前佔的群值 影響力已經變少了 因為他今天大盤反彈200多點 那台積電才反彈六七十點而已 以前他都佔一半以上的彈幅 那現在只有佔三分之一而已 三分之一可能還不到 那你看台積電的反彈是不是亮縮 一定亮縮的 怎麼可能會有買盤 不可能會有 外資不可能會這麼積極買進來 你看他當你說美國股市 就是連續反彈兩個禮拜 今天才會漲 你看美國股市 禮拜四反彈 禮拜五我們也是沒有漲 那又碰到要放假了 要放假的時候外資的動作 會不會很大 保證不會 今天的成交量都這麼低了 明天後天恐怕也不會好到哪裡去 成交量不會增加多少 你看台積電就好了 今天不是反彈七塊半嗎 結果變成下跌有量反彈無量 台積電反彈七塊半 指數今天 成交量才這樣而已 有沒有看到 那剩下誰在買 剩下你在買而已 因為套牢的人在買 套牢的人在攤平 一般人想要撤退 你反彈起來如果三個禮拜五 上個禮拜四 上個禮拜沒有賣股票的人 他會不會想要賣 當然會啊 大家想說放假期間 大家想要把持股減少 這是很合情合理的講法 那為什麼不賣呢 禮拜四禮拜五又沒有開盤 那沒有開盤 你怎麼知道美國股市不會崩盤 就是不知道才要賣啊 那你要賭就賭啊 我已經講過了 有些人是永遠做多了 那我不想勸他們 你永遠在做多 那我怎麼講你也沒聽啊 也不會聽啊 反正你一輩子做多嘛 就是硬拗嘛 靠國史運嘛 過年前一萬兩千一百點 報股過年崩盤以後三千六百點 結果就是硬拗嘛 硬拗起來吧 硬拗起來是不是投資朋友厲害 當然不是啊 是川普厲害 我已經講過是川普厲害啊 不是投資朋友厲害 你不厲害啊 你只會拗蛋而已怎麼厲害呢 是川普厲害啊 川普把股市救上來的啊 明明就是他救的啊 如果美國股市他今天沒有漲起來 台北股市怎麼可能會漲呢 不可能的事情嘛 美國股市崩盤之後 在今年的三月份 連拉带扯這樣子QE 擴大貨幣寬鬆對不對 資產負擺表增加降息 硬把美國股市扯上來 而且是由金鸟股扯上來的嘛 是不是扯上來 美國股市扯上來 台北股市還會漲啊 不然台北股市怎麼會漲 韓國怎麼會漲 日本怎麼會漲 全世界股市 都是因為美國股市漲才漲的 這是一定的啊 那最近美國股市在做整理嘛 那整理之後 你看上禮拜美國股市 他也沒有完全的一直下跌啊 真正 真正美國股市上個禮拜 只有工作四天嘛 他是 他是有跌有漲 有跌有漲 他等於是 在季線這個位置裡面 在看 在做一個整理嘛 震盪嘛 因為他短空碰到了中多嘛 你讓他整理一下 因為季線扣底值又比較低嘛 月線扣底值比較高嘛 所以他在整理尋找方向 那整理之後呢 有一個做法就是 你在這邊整理 讓月線往下壓 壓制 他到時候再找方向 另外一種就是 反彈到下降月線嘛 這只有兩種情況嘛 那現在目前來講 我不能跟你講一定是怎樣 因為美國現在目前要選總統 11月就要選總統 所以消息一面也是很混亂 股票市場裡面多空的看法 富腔的混亂 所以很多投資人都認為說 美國總統要選總統 是不是股市就會漲 啊不是 我反而認為會跌 為什麼 因為美國股市不是沒有漲啊 已經漲五個月了啊 美國股市已經漲五個月了啊 那你要怎樣呢 就是因為川普要選總統 要選總統嘛 所以才會從三月份 足底 崩盤以後足底 從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 連漲五個月嘛 那就是因為川普厲害啊 川普要選總統才會漲五個月 如果他不是要選總統 如果川普不是這麼喜歡做股票 那怎麼可能會漲五個月呢 早就崩盤了嘛 不是這樣子嗎 那你看美國股市這樣子硬扯上來 扯了五個月 那請問一下 現在是九月啊 接下來十月十一月 請問一下投資朋友 你認為會連續漲六個月嗎 還是連續漲七個月 還是連續漲八個月 你認為股票市場有這麼好做嗎 你漲了五個月 大家還在貪心什麼 美國股市有沒有漲 有啊漲了五個月 是漲了五個月 這個月九月份才開始修正 不是跌了五個月 這個月才漲 不是喔 那這樣子會一個一個月 就會解決掉嗎 你認為九月份跌了以後 就結束了嗎 還是說你認為說 川普要選總統都不准跌 那如果不准跌 為什麼現在目前到九月底了 為什麼美國股市跌成這樣 不是這樣子嘛 所以我跟各位講過 只是股票不要意氣用勢嘛 現在目前美國跌下來以後 他當然由金牙股跌升之後 再一個震盪反彈 可是沒有任何證據認為 美國股市已經跌幅滿足喔 他也可以先跌啊 可以九月份十月份跌啊 或者十月份跌到十月中下旬以後 再拉上來也可以啊 川普也可以當你先套牢啊 為什麼不能套牢 你套牢以後 你投給他以後 他再拉股票不行嗎 不行啊 有這樣規定嗎 所以很多人都一直誤以為 川普要選總統 所以不用賣股票 結果這一次受到了傷害了 那這一次的傷害大不大 其實並不是很大 你如果說 以美國股市漲這麼多的情況之下 台北股市漲這麼多的情況之下 我講難聽一點 這個跌幅跟跌點算什麼 現在目前也不過才跌八百多點啊 是不是啊 那從這個地方跌下來也沒有很多啊 這邊是整理嘛 問題是指數在整理 是台積電在整理啊 大部分的高價股 都開始從這邊開始跌了 甚至七月初就開始跌了嘛 對不對 那漲了四千五百點 那現在跌這樣子 叫做很多嘛 這樣叫很多嘛 那是因為投資票你買錯股票 才會覺得跌很多啊 今天聯發科好在是有反彈啊 是不是 投資本你買錯股票 你才會覺得跌很多啊 投資本你買錯股票 你才會覺得跌很多啊 如果你買對的股票 怎麼會跌很多呢 這是原想啊 如果你是買台積電 你就不會跌很多啊 台積電有跌啊 但是他其實他不要跌很多啊 他哪有跌很多啊 是不是 所以這個是 這個你看到是一個指數嘛 那我跟各位講的就是股票嘛 指數其實沒有跌很多 可是股票跌很多 那股票跌很多 有些股票跌升之後 跌多以後 你當然要先回補 放空的先回補反彈再空 不是嗎 就是這個步驟 未來會不會再跌破這裡 一定會跌破呢 為什麼不能跌破 因為他漲太多了 你要了解喔 他不是400塊漲起來 他是148塊漲起來 你不要搞錯喔 他是從這邊漲起來 這些從股票以前炒作的 漲幅這麼高的股票 怎麼可能只有修正 這麼一點點就會結束掉呢 3406 所以這些股票 我都跟各位講過 包含了國際 今天不是有反彈嗎 反彈又怎樣 反彈是為了以後再跌的 所以這個做法很簡單 你空單先回補 也有說上個禮拜五 我們先回補這個 我不是跟你講回補這個的嗎 藍電嗎 那回補藍電今天大漲 那今天回補四星 那回補四星是不是看好四星 絕對不是 要再放空的 我們會再放空四星的 不是這樣子嗎 那今天我們去當充的 這是這個星星嘛 這個是做多當充 那表示明天我們不會有星星 我們今天買星星 今天就賣掉了 就是當日充蝦嘛 那對於指數來講 我看反彈到哪裡 我今天早上已經講過了嘛 昨天其實我也講過 指數的反彈正常 一般來講 如果沒有特別的情況之下 它會反彈到頸線嘛 就是12480到這個缺口要回補嘛 基本上來講缺口不保證回補 但到頸線前後左右當然就是有可能的 那比較大的一個反壓 會再下降的月線 會下降的月線跟季線之間嘛 這條季線這條月線嘛 所以上來以後有線嘛 今天已經漲200多點 那明後天 我也不會說明後天就一定會崩盤 我沒有這樣講 基本上明天還有高點 但是後天我就沒把握了 那明天還有高點 我講的是指數 指數就是到頸線 這個地方就是反彈 你就賣股票 如果你要看指數賣股票 就是指數就到這裡 那個別股不一樣 有的股票不會反彈 我講的是大部分的股票都會反彈 所以今天反彈200多點 叫離手當然 那明天如果說美國股市 今天明天如果說要繼續反彈 當然要持續一個動作 就是美國股市不能崩盤 你不能美國股市漲了兩天之後 今天晚上結果崩盤 那我講的都是要重新改正 就要重新修正我的看法 因為美國股市連續反彈 禮拜四禮拜五反彈以後 如果今天崩盤 那明天台北股市保證是不會漲的 所以我們要建立在美國股市 現在目前還在跌升反彈的 一個階段裡面 所以台北股市有機會 在明天還會有高點 明天還會有高點 那所以說投資朋友 明天還會有高點 我們還是一樣 會帶各位持續做多當衝 那如果整個破斷單的話 我想說破斷單少做 尤其是極其高的股票 那放空呢 我們最主要目的是為了放空 那怎麼放空 反彈放空 反彈放空 我們要反彈放空 那你要讓它反彈 那今天反彈起來 今天反彈起來 這個股票不是就反彈了嗎 我們就要反彈讓它反彈 藍電不就反彈了嗎 景碩不就反彈了嗎 星星不是也反彈 這個不是就反彈 郁金光不是反彈 年發過不是就反彈了嗎 年永也反彈 我們要利用它反彈再來放空嗎 路易不是反彈了嗎 就讓它反彈 包含我們四星今天把它回補空彈對不對 我們要等它反彈再來放空 六五三一的愛輔 等它反彈再來放空 四九六八的這個立基今天有反彈 等它反彈力道受阻我們再來放空 所以放空跟做多的步驟 剛好相反 做多是你漲太多了 你壓回拉回的時候買進 漲太多的時候你賣出 壓拉下來再來買 那放空剛好步驟相反 放空就是如果急跌之後回補 例如像我們今天回補的四星 上個禮拜我回補的藍電 那你回補之後它等它反彈 反彈以後再空 步驟是這樣做 因為現在目前來講 大盤還沒有開始崩盤 那如果崩盤的時候 其實甚至於你不用等它反彈 你就完全破線破架 直接加工下去 直到崩盤 那現在目前來講 因為它只是跌一段之後反彈 跌一段之後反彈 還在頭部還在做頭部 還沒有產生市場的恐慌性賣壓 那沒有產生恐慌性賣壓 那沒有產生恐慌性賣壓 是因為美國股市跌下來到季線之後 還在做整理 沒有出現恐慌性賣壓 等到美國股市出現恐慌性賣壓 之後台北股市就會崩盤 老師你怎麼老是講崩盤 不然我要怎麼講 股票本來就是有漲有跌 那台積電我們來看一下 台健找那麼多 你認為怎樣 台積電是不是基本上很好 當然是好 如果不好會有400多塊 但是我認為台積電還是會在跌的 如果台積電不跌 我怎麼看空指數呢 所以台積電跌了七八天之後 今天反彈就正常的 那我們再重複一遍 就是我們今天回補了四星 上個禮拜回補了新星跟南電 那今天我們做多當充的新星 那這個指數我們是看漲 今天看漲沒有錯 但是明天有高點 那反彈上來以後 我們會在禮拜二 明天跟後天 我們會再通知我們的會員 重新再放空股票 這個策略是沒有改變的 因為台北股市趨勢已經改變 做空比較就對了 那多看少做不如不做 就是我個人的看法 我們這個盤是看空的 那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或是想跟丁超一起操作 可以打電話到公司來詢問 或是加入Telegram 那今天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來收看 明天見